大家好,我是方斌,谢谢大家为我担心了,也确实是担心了。 大概是昨天晚上七点,大概七点来钟的时候嘛,突然当当当就有人敲我这个门,知道吧? 敲门呢,我当时出来,为什么有人敲门呢? 然后出来以后呢,我就还留个心眼,我就把那个窗子,门窗打开一看,哎呦好,六七个个家伙都是防护服穿好的的,就要我跟他走,就是说这个,要就给我这个叫什么,就是我这个去危险地方了,要见他什么对的,我一看那就完了,肯定是要隔离我,知道吧? 然后趁这个机会我就赶快录一下视频,知道吧?那视频以后呢,我就想这个,干着锁门,把门跟他反锁,我就不管他了嘛,结果我一碰到那个锁, 他正在拉,知道吧?在外面拉,这个锁我一碰,我一下子戴开了,戴开了以后,一下子就把我给固定了,就没办法了,没办法他们进去后就开始,哇,就抄,把电脑啊,就是慌这些东西去了,把整个的污渣全部抄翻了,抄翻那边,他没说啥,啥都没有, 趁这个机会我就赶快把那个叫什么,就是我录了那两张视频,我赶快就发在群里,他们一看了一动,哎呦,我在发东西,手机在我手上,马上就把手机给我拿走了,发不了了,但是抢了我发了几个,知道吗? 然后这样他就把我一职带着,把我的手提电脑,这个,然后那个台式那个一体机,把我一职就给我带着,一直带着汉阳那个四星特别远,四星派去说,啊,就做笔录,他就说,你引爆了一个黑核弹,照,你为什么不去照好的,非要照那种死人的位置,反正就那个意思吧,引起恐慌,就这样的,就做笔录, 那个意思,反正就要隔离我,就这样的,我就说我,是因为你电视台,拿了钱,这个真实的情况,你现在搞得满城风雨,倒去封路,真实的情况老百姓都不知道,对不对? 而你电视台又不来,我去照了,你不仅不感激我,你反而还抓我,他就是叫什么,他说,那只能允许这个一个声音,不然就乱了,就这样的 诶,弄着弄着,到了11点多钟的时候,诶,突然那个形势就,诶,口气也变了,他们可能就汉阳分局,可能来个局长,知道吗?还是什么的,可能是,知道吗? 他可能还有两个是国保,几个是国保,还是国安搞不清,然后就是四星派去所的,然后他呢,就是,诶,口气一变, 我知道了,肯定是我发的视频,大家就传开了,这样的就,等于就是说,这一传,所以我就一直讲,我的安全靠什么,就靠大家,我的安全就靠大家 你怕没有用啊,球没有用啊,对不对啊,无论你越怕越这样啊,只有大家起来 所以我这次我说,全民自救运动,应该加一下,全民互救运动 那我就典型了吗?就是大家把我救出来的吗? 非常谢谢大家,非常谢谢大家 但现在我的一个台式机,一个手提电脑,他就给我扣了 扣了的,他就是,以后再说,那个,等那个封完了以后再说 随着他封完了怎么回事呢,他可能就找我的把柄拿,那就是不管他了 反正他以后再抓我,反正他如果再抓我,还是一样,大家就是齐心学地 就完了,他抓我,大家就继续呼吁,好吧 然后呢,接下来我的这个手机号,微信号,有可能我就怕疯啊,什么的 知道,我就赶快把这个视频发出去,好吧 然后我再换吧,好,谢谢大家,谢谢 非常感谢大家,是大家把我救出来了,谢谢,谢谢,谢谢大家,谢谢大家 现在确实是,现在确实是累了,知道吧 他把我这个11点来钟嘛,就12点多,1点来钟,他就不管我了,知道吧 就我走了,那么远的路,又没有车,哎哟,我就找个,刚刚搞了自行车,骑了三个多小时 整个脚啊,腿都伸了,哎哟,反正现在到家了,下一步怎么样再说吧 谢谢大家啊,非常感谢大家,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